之前不是说过黑神的完结篇吗 就有观众问了一个类似的作品 吉林女神完结了没 对这两字念吉林二神 是指一种鸟长这种样子 在日本的习俗中认为这是一种爱情鸟 象征着爱情 你管这个作品叫鹦鹉女神 也行吧至少查得到 但是鹦鹉跟这个故事把杆子打不着 这个作品不仅仅跟黑神的内容比较像 它们还都曾是连载于日本杂志 Young Gun Gun的作品 这个杂志受众群体偏青年 所以连载的作品内容就比较奔放一些 但连载的很多作品都被动画化了 最近这个杂志上被动画化的作品叫 更衣人偶醉入爱河 而吉林女神的作者吉乐院 英子跟画圣歌传的《中村光》 以及画摩迪玛基的《大高忍》 一样都是女性漫画家 相对不太一样的是 吉乐院英子早期多以女性向漫画为主 比如《一女多男》 几个男人与男人的故事之类的 《吉林女神》 诶诶诶诶 这是怎么往东边跑 跑着跑着到西边登顶的呢 《吉林女神》正片一共出了18卷单行本 共187话 于15年完结 后来在17年的时候 这个作者又跑来画了一下这个作品的番外篇 出了一卷的内容后 正式完结 正片故事里 到了最后 男主等其他的Master 带着自己的Savart 来到了一个岛上决战 结果力量太强了 触发了神器共鸣 差点把岛给打沉了 于是某个狱主想要集合所有人的力量把岛撑起来 男主也不如使命 哐的一下子 就躺地上了 不止他一个人 所有的Master都躺了 主要是神器的力量的问题 让所有的狱主都失去了机能 男主后宫妹一看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力量了 就前仆后继的拿自己的力量去唤醒了男主 等男主醒来以后发现 后宫就剩解了 其他人都躺了 但解集合了大家的力量 开了外挂 换来了最终决战的舞台 可以实现愿望的从天 和大boss管理从天的管理者 房东太太 为了把别的Master唤醒 以及唤醒男主的其他后宫们 杰和男主飞上了从天 与房东太太打了起来 而打架是假 放水才是真的 房东太太其实早就想把从天的管理权丢给别人 她好去找自己的死鬼老公 贱人 最终杰不如使命 打败了房东太太 杰管了从天 按理来说 从天其实要两个人管理 但是杰跟房东太太一样 比较bug 可以一个人操作 杰就问男主 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啊 男主说 我想和大家一起 杰一听这话 开心极了 就把男主踢一回了地上去了 回去看你的后宫去吧 实际剧情没那么狠 这是从天必须要有一个管理者 待在那边 才能实现别人的愿望 杰不希望男主犹豫 最后让他动摇 所以把人认回去了 这么高 你也不怕他摔个粉碎 你也是真的猛 回到地面后 其他的Master也醒来了 但是都忘记了自己的Savant的事情 但只要跟Savant再次语化 就是再亲个嘴 记忆就会恢复 于是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男主的后宫除了结都回到了男主的身边 后来男主也去了BMI做研究语言 主要这个动画里一出场 就像个大boss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男主的爸爸 男主妈妈和他爸没结婚就生了男主 但他们都对吉林妹子们充满了关怀与兴趣 只是最后公司由男主的老妈来接管了 男主的爸爸则还在那个岛上找神器来进行某种研究 中间过了一年 也就是翻万篇 讲了男主是如何从失去结这件事情走出来 以及房东太太是如何苏醒和回到地面 最终房东太太的老公贱人复活了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而邻居甜女 她的拼头的妹子也和她在一起了 而男主的老爸最后一话开着神器飞上了从天 没过一会儿结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完成了男主 一家人就要团团圆圆的行任 最终只有老爸当神仙 老妈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啊这个结局真是服了